那麼關於GNV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那這獎助金是從2017年秋季開始的 主要是因為像現在GNV黑客中這一次是第三次 就是嚴格來講是第三次是因為我們是從零開始的 然後這麼多年來就非常多的大松拉 也非常非常多的提案 像剛剛已經統計已經有五百多的提案了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提案 有很多提案到現在有繼續進行下去的 像真的假如進行了非常非常久 但是也有一些提案可能因為許多夥伴 就是可能後面比較有事要做其他忙其他事情 或是可能資源比較不夠 那可能有些提案可能就停下來了 那麼所以在2017年的時候 揪松坦就想說 那麼想要建立一個就是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那麼來幫助一些可能是缺少時間 缺少人力缺少資金的提案 那麼可以透過這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一個提案可能是三十萬到五十萬之間 然後給一些資金一些可能不算很多 但一些微薄資金 但是可以幫助這些提案 可以有更充足的時間 更集中性的在半年 可以把它成形變成完整 讓它可以讓後面的人可以繼續進行下去 所以從2017年就有了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的想法 那從到現在已經是總共四屆 所以2017年的時候就算很瘋狂 還一年半個兩屆 非常的辛苦 所以後來變成一年半一屆 那麼所以到現在總共已經有 大概有破百個提案 然後目前也資助了二十多個團隊 那所以今年的2019年公民科技創新獎助金 那麼提案數 提案是多少 五十五個提案 然後經過初選入圍十個提案之後 然後最後決選有過五個提案 有五個提案得到最後的決選 那麼當然就是這五個提案很優秀 那其他沒有入選的其實也有很多很棒的提案 只是可能相對起來就是沒有得到評審的親愛 但是也都是很不錯的提案 所以也歡迎大家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上grance.gmv.tw的我裡面看 各式各樣的提案 然後也可以如果有些提案雖然沒有入選 今天也有到場的像零費器 其實都是很不錯的提案 那大家也可以跟他們聊聊天 然後也幫助一下他們的提案 讓他經營下去 那麼今天就是關於我們的那個 基於米科技傳言獎書記 那麼也非常謝謝很多的合作火光的幫助 然後讓我們能夠就是發出獎金 然後並且能夠陪伴的一些提案來敬喜 那麼想要先邀請就是聯合報月景工程的和執行長 來問我們就是分享一些支持的 大家好 我剛剛自我介紹過我是聯合報月景工程的 我大概是第三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每次都會很多收穫很驚喜 那像剛剛提到的那個cofax 那個第一屆 他不斷的還進化 現在到美育以後 我們真的覺得很感動 然後特別是今年有兩個題目 就是大河、小河還有農災、農損的這兩個提案 剛好是我們去年 願景工程我們做的十幾個專題裡面的兩個主題 所以我非常高興就是說 大家在不同的管道或不同的路徑上面 在同樣倡導一件事情 我們同樣的倡議這七個主題 那這也是我們願景工程 成立的目的 我們很榮幸 可以跟基林幣合作這麼多人 那我今天來其實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任務 就是做一點廣告 就是我們今年我們辦了一個活動 其實我們今年有一個 綠生活實踐家的一個專題的報導 那歡迎我剛聽到在座有很多同學 是同學 在校的學生、大學生 你只要是研究生、大學生、博士生、碩士生 都可以參加 拍三分鐘的影片 你怎麼樣實踐這個綠生活 然後參加我們這個比賽 這個最高獎金二十萬 可能比你寫程式都還要容易賺 三分鐘的影片 我們去年報名的見數非常少 所以你獲獎的機率會很高 所以希望今年大家把握機會 九月開始報名 所以還有很長的時間 而且我今天聽到很多同學說不會寫程式 我覺得我們距離就更近了一點 謝謝 好 那麼我們這邊就先來頒獎 我們會先請提案團隊上來 那麼等一下下午的時間 也會讓那個提案團隊有更長的時間 來介紹一下他們的提案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提案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就是跟提案團隊一起多多交流 那麼我們第一個提案請那個 選舉金流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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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理條案資料以及政治現金資料 想要整理出各候選人 就是他們在參選的過程的金流資料 讓大家更了解這些金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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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個團隊是農業摘水幾多錢 那這個提案是就是利用空拍 然後分析那個農田的那個照片 然後去了解說他摘前摘後的那個摘水的實際情況 避免就是不是用政府那邊的喊架 而是用真的實際上 判讀的AI的那種數據資料 來做分析 麻煩再站到總經理 好 來 看這邊喔 1 2 3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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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個團隊是大和小溪全民起路工 那這個團隊是想要就是讓各地方的河川相關的社團 可以去了解政府有開了一些什麼樣的標案 然後對於大和小溪全民起路工 對於野西做一些什麼樣的處理 然後以方便在第一步的做相關的監督 下一個是資料申請小幫手 那資料申請小幫手是就是分析 其實Data Enjury上面的我想要更多的資料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讓大家知道說 大家如果申請資料失敗的話 有可能要什麼樣的原因 幫助大家更容易成功的申請資料 幫助大家更容易成功的申請資料 我切一點就很固定喔 粗 聽哥牌子可以再抬高一點 好 1 2 3 OK 1 2 3 2 3 2 2 3 3 3 2 3 3 4 3 3 這兩位正好反應 對面還有一個團隊 第五個提案是 第五個提案是台灣開源抑制計畫 這個是利用3D練印做出開源的抑制 讓大家都可以自由地研發出自己想要抑制 並且讓抑制變成不再是高價商品 而是一個大家都可以使用的工具 我們再請所有的得獎團隊可以一起上來 我們再拍一個大合照 來 我們中間站比較超過 這樣子要有小黃手在這邊 還是有兩位在中間 OK 好 1 2 3 好 這邊頒獎到這邊為止 請大家就期待一下下午的各組的短獎 那我們就開始hacking吧 然後 那個就是有提案的坑屬的話 可以從這個地方拿這個立牌 然後如果等一下大家可以自己選定位置 像外面有一間會議室 從這邊出去左邊有一間會議室 然後以及外面到那個大...